大家好,我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四種建立網站的方式 和編程語言的推介 介紹過利用Wix Webilly Webpass 或者自己構建一個網站 是利用Backend和Fundance的 你理解了之後 可能就一頭沒水 不知道怎麼做 今天我們就會開始 Wix的課程 首先我們去到Wix.com 然後大家看到English 我們改回我們所需的語言 繁體中文 登入 你用Google帳戶 或者Facebook帳戶就可以登入 在這裡我就會示範用Google登入 登入完之後 它可能會有問題 但我們今堂是極速 做一個免費的網站 所以我們略過 然後在右邊大家看到 用Wix編輯器製作你的網站 我們選擇範本 大家看到這一版有各式其式的網站的頁面 我們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 那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去看一看它的效果呢 大家可以移動鼠標 度過一幅圖片 暗查看 然後就可以看它裡面的網站的內容 這一堂我們主打速度 所以我們現在 在成功教練暗編輯 然後有一個歡迎光臨Wix的視窗 我們先關掉它 大家進來這個介面 就會見到 很多可以編輯的工具 例如我們現在改 Success這個文字 Double Click 那為快字機兄弟 當然圖片 文字 還有下面以下的內容 大家都可以去修改 例如改個電話號碼 123456 還有大家看到 右下角會有一個聊天室 好 為了讓大家盡快看到結果 我們先暗了發佈 暗完發佈之後 已經完成了我們的網站 在屏幕的中間會有一條連結 我們複製它 開一個無形的視窗 模仿一下客人瀏覽你的網站 貼相 大家看到我們的網站的效果已經出現了 中間寫著快字機兄弟 電話也是我們修改的 是否比大家想像之中更簡單呢 如果你的客人在這個聊天室留言 究竟會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留言你好 客人留言完之後 我們可以查回我們的email 就可以看回 他留言了什麼 大家見不見到 我現在的Gmail 已經見到有個客人留言了你好 和他的地點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暗 立即回覆 回覆客人所留言的訊息 暗完之後 大家會回到一個頁面 在這個頁面我們留言 我很好 在無痕視窗的高一位客人 就已經收到你的訊息了 今課我們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這一課主要的內容就是 模擬給你看 原來你用wix.com去做一個網站 是如此簡單的 你可能會花費幾個小時 或者幾天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一個精美的網站 而且不需要有編程的學習經驗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訂閱分享和小鈴鐺 如果我沒看過我之前介紹的影片的話 可以瀏覽四種建立網站的方式 和編程語言的介紹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